來一下 我覺得其實這個 說現在是發生在講完事服 但是柯文哲市長 其實真的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案子 包括其實最大的案子就是大巨蛋 大巨蛋當時 你不要亂扯這個東西 現在我們講的是大直的案子 我可以先把話說完嗎 當然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亂扯 請你不要去亂扯 現在又要講到柯文哲了 這都是具有公文 當時就是因為國父紀念館的捷運站 當時也是把地基掏空了之後 導致捷運站有這個彎曲的一個狀況 這都是土木工程協會公開出來講的 那為什麼這是亂扯 曾宇你待會兒可以回啊 為什麼這是亂扯 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說 柯文哲任內做了什麼事情 或蔣萬任內做了什麼事情 我是說這本來就是一個 台北市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無論是蔣萬 無論是柯文哲 但是我不懂的就是說 曾宇你今天好像講了 但是柯文哲也是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 如果我們不是要追究政治責任 或是我同意 大家應該要設想是說 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避免 未來類似這個狀況發生 而不是今天只是在說 你發不夠 你做這種政治性的一些言語 我覺得問題是把問題解決了 這才重點 好 我們其實要最關注的就是 基態這個建商到底有沒有問題 剛剛曾宇你講一個重點啦 現在北市府把他的脖子給掐住啦 我把你的這個所有的地 所有的建案全部都先暫停 把你的經脈全部都直接咬起來 原因是什麼 剛剛不是說嗎 昨天晚上說五到六間房間 現在已經到了七棟房子了 原因你看 我們才看到這張圖 大殖民宅的塌陷事故 你可以看 已經有人整理出來啦 包括了這個受影響戶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基態的大直建地就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幾個巷子 我現在比的這個巷子 跟另外這個大直階94項 現在已經被全部都把它匡列在裡面了 表示說這個是有危險的區域 有這個有拉這個封鎖線 但是呢 今天最大的問題點是什麼 是在這個大直階94項三弄的上面啦 這一塊是什麼 是學校啊 學校也出事了 你看到 這是道明喬校 操場竟然列了十公分啦 現在師生 八百名師生全部都停課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它不是單方面的 只有影響那一塊區域 它現在區域恐怕會影響越來越大 這一些建商難道都不用負任何責嗎 來 原汁 就學校也滿慘的啦 學校現在停課嘛 然後現在校方要在學校裝監視器 就是測量最近建築物的狀況 那如果說狀況不好的話 他們就要改線上教學 狀況好的話才回來上課 這個都是這個建商營造廠施工不當造成的影響結果 那剛剛大家都有提到就是這個建商機械建設它有非常多的建案 我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上它 你看它我就舉其中五個 這五個建案它都是在巷弄內 而且它都不是大坪樹的 然後它的樓層也不算高 戶數也不算多 這個代表說每個建案其實周邊都有很多公寓跟大廈 就會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剛剛除了就是說 真語的意思是為什麼要讓他們停工呢 因為要利用這個方式去要求這個建商 針對昨天發生的事故去做出妥善的處理 因為不讓他開工 他所有的經費都壓在那邊 他的工期也會受到影響 這個他們最怕 這個我贊成啦 不過我覺得也必須要針對這五個建案 到底它會不會出現一樣的狀況 也要給他有點警惕 讓他知道說 不能夠在台北市的任何一個地方再發生一樣的情形 那從 這個昨天發生這個事件 其實我覺得這個 各個地方政府其實都可以再考慮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在我們的選區也有發生過 有老舊的社區旁邊如果有新的建案在施工的時候 其實那個老舊社區都會非常緊張 他們每次都會很擔心說 哎呀那個在挖地基的時候 我們的公寓好像都在搖啊 我這個牆壁有發生龜裂啊什麼之類的 我曾經也有開過類似的協調會 可是那時候市府的態度都會覺得說 這個我們沒辦法確定說一定會有問題 就是說建商找了土木技師鑑定之後是沒有問題 可是住戶還是非常擔心啊 那萬一啦萬一真的也出現類似這樣的狀況 其實對住戶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其實認為說這個市府 不管是哪個政府都一樣 應該要多多站在這個 周邊的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去幫助他們避免類似的狀況產生 好現在最關鍵的是我剛不是講了嗎 基泰你不是前科累累黑歷史非常多嗎 我們再直接列個板子給你帥看 我們先從2011年到2014年來開始 你隨便上網去搜尋基泰 然後跟他董事長名字 隨便搜新聞一大堆 第一個是2011到2014 投資境外不動產保證獲利息金 那齒多名被害者詐騙上議員 再是中間這個部分 信義區的監案在2014年也有發現 有住家傾斜啊 鋼筋裸露啊 門鞋等等 甚至遭控官商勾結 但是我先說2014這個 他已經把它解決掉了啦 他也把它做相關的補強等等 甚至2019年也有類似這種炸妻的案件 那講到基泰 那他到底哪來的本事 我隨便上網搜尋一大堆黑歷史 難道後面有人在罩他嗎 現在民進黨也開炮了 他馬上把這個政治獻金 全部都列出來了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1到13 第一個是王宏威 再來是王興銀 王閩生 一大堆 到最後一個是減豬培 我直接跟大家講一個最簡單的 你現在看到這13個裡面 只有兩個是綠銀 其他都是藍銀 他們還把它算了一下 藍銀拿了130萬 綠銀20萬 現在雖然這個關於基泰建設 這施工施到人家的房子 全部都倒掉了 但是現在最關鍵的事情是 好像變成政治戰了 來 逸祥怎麼看 我還是一樣的觀念 我覺得現在要討論政治 還是言之過早 我覺得現在大家應該要釐清問題 那至於捐款這部分 我不知道 我個人是比較不接觸建商 所以有一些其他的議員 我不知道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我必須說 也不能直接說 所以這個是通用藍跟綠 就不能只是說 你今天有接受到 曾經有的這個政治捐款 所以現在他發生問題 你也效連帶責任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覺得在民族社會 也逐漸要被淘汰了 當然如果你是知道 這間公司是本來就有問題 本來就有弊案 本來就有判決 你還收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你先說 他才發生這件事情 你要負起連帶責任 我覺得今天可能全台灣 沒有任何政治人物 能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的逃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句公平話 今天剛剛宜祥提到一個最關鍵的 王鴻威啊 你看他1到13裡面 他有兩次 他最後領了是30萬 但你說以交易日期的時間來看 真的這些人都 都全部都躲得過嗎 他們現在綠營 我可以看到很多側翼的 梗圖全部都出來 你們這邊怎麼回應 其實這個 不只綠營的側翼梗出來 藍營的也馬上 這個也有一些粉專 也有回擊 講真的機態 機態本身 我覺得一定要檢查 現在陸續 包含現在 也有人在挖他們這個 董事長 然後副董事長 這些人 會不會過去有涉及相關的案件 有問題 那你自己在做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 就我所了解 他這個大職 他現在在蓋的這個地方 好像本來是什麼 海沙烏這個重建 那你自己要做都更 你把旁邊的房子 現在 把他們拖下水 要拉大家一起都更 這難怪就不對 那你說政治現金這件事情 現在大家質疑就是說 第一時間是 民進黨要選 這個 北松山跟中山區的 這個立法委員參選人 謝北芬也很常來我們節目 早上他先開了記者會 就質疑說 王鴻威收政治現金 結果大家才馬上去查說 機態到底 捐了政治現金給誰 結果一收發現 這個簡書培也有收 王鴻威也有收 而且我還在去查 大家剛剛看的只是到 2012年這一次 在2014 2018 包含2014的時候 松山的這個 洪建議他也有收 但我們現在不是要講說 這個收政治現金不對 因為這個是一把申報 如果沒有一把申報 這個才有問題 偏偏呢 這個對上市的建商 講真的啦 對上市的建商 他們丟個10萬 20萬的政治現金 給政治人物 講真的這個不為過 對他們來說其實很少 偏偏剛剛好咧 我的這個好朋友 劉才威剛好沒收到 還有我們今天同台的這個 這個林真宇也沒有收到 剛好就在中山上 趙雨晴也沒有收到 對趙雨晴也沒有收到 他投的正好就是集中在 剛好什麼中山區啊 大安區這一些 剛好是不是說 他們接下來要在這邊蓋房子 他們想賣個保險 可是昨天我看到王鴻威 他第一時間他就到現場去 而且他的臉書上 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話 他一直在報告進度 各方面他都有監督 所以現在大家看的是 態度問題 就是說王鴻威遇到這個 他要求 而且他第一時間 他在早上他就說要要求 這個機態建設 相關的應該要停工 後來蔣市府也停工了 而且咧 他也馬上去一直關心這些租屋 所以你說他去就是在護航 我覺得這樣子講不公允了 哲宇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了 畢竟之前八年是柯市府的時代 現在也有個風向說 那這個時候跟你柯市府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呢 其實我相信到了選舉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我覺得剛宜翔講的就非常公道 也許他可能會變成是民進黨的清流也不一定 因為你可以看到要選舉立委的人 馬上就開始起來潑糞了 開始去爬梳每個人政治獻金 但我覺得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觀點 他就是因為他收受了這樣子公開申報的政治獻金 他反而更有這個力道該去監督 更有力道的來去檢視 然後替居民來去 來維護他們的安危 那其實我在這邊有再跟大家提到一下 現在目前建管他們是開了 開罰了起兆人 然後承兆人跟兼兆人各9萬 但是我今天問他們是不得連續開罰的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強調 必須要去做一個制衡的角色 台北市政府你真的是不要把它當作是 那跟我們沒有責任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不要來去制衡 因為所有的證照相關 都是你可以來去做監督的 那你今天我必須要說啦 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要去扯上前市府的話 我必須要說真的真的一笑大方 如果說今天站在台北市過去的8年期間 那請問一下現在全台北市 因為你知道知道基態是68年成立的 所以68年一直沿路到現在 有黃大洲 陳水扁 馬英九 是不是每一個都要被檢驗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更不應該拿政治口水來去抹黑 是不是現在全台灣中華民國領土 每一個倒塌相關的問題 蔡英文跟賴清德都要負責 你們會去這樣追究嗎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事情的原則 到底現在監管方面到底檢測是什麼 我覺得在檢測報告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只能說第一個他的檢測數值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他的連續必施工是不是有偷工減料之嫌疑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要去關注跟繼續追查的 所以剛剛講到的把建商的脖子掐住 你必須要來面對這些住戶 三百多名的住戶 一夕之間他一輩子的財產就這麼毀於一旦 你們沒有辦法逃避責任啊 所以我還是要在這邊監督市政府 該去要卡住的你就要好好把它卡住 不要讓建商有任何可以投機的行為 原則我們剛剛提到政治獻金這個問題 之前你在打綠能的時候 對嘛 打政治獻金 打綠打得非常兇嘛 現在基態的政治獻金也全部列出來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籃籃130萬 綠營20萬 你覺得這是未來綠營會攻擊你們的點嗎 我覺得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打的不是政治獻金 大家打的是官商勾結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次基態的事情 我已經講了 我隨便Google一下他的黑歷史這麼多 為什麼還讓他繼續做 另外公文也看到了 為什麼要幫他說話 如果今天公文說好 還沒有在做連續弊的時候 之前發這個公文 OK 我接受 但是他的前科這麼多 怎麼不多加一點力道 監督他一點呢 他前科多 那我覺得市政府該怎麼樣怎麼樣嘛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但我們現在有講 就是民進黨為什麼把這個事情 拿來做政治操作 立刻你看王輝的對手謝貝芬這麼認真 發生這個事情 這個災難 馬上想到要去攻擊對手 心裡想的只有選舉 沒有人民 立刻去看王輝 你有沒有拿政治獻金 有有有 見念欣喜 立刻開記者會罵紅輝 你心中有人名嗎 你就算要政治鬥爭 你也忍兩天好不好 有這麼急嗎 你這麼快去打你的對手 可以幫你累積什麼 多到政治聲量嗎 你反而會讓人民覺得說 你那個政客嘛 你從頭到尾都想選舉嘛 那王輝今天 好他確實是有拿政治獻金 但他有放水嗎 剛剛那個 蕭建源講啊 人家在臉書上不斷要求監督 而且實際付出行動還到現場去 他是最早主張說一定要停 第一個要停工 第二個房子建商脫產啊 欸他拿政治獻金還這樣做啦 反觀民進黨拿政治獻金的 他講了什麼話大家可以去查 對不對 王敏昇講了什麼話大家可以去查 沒有嘛 所以謝沛芬不要搞政治鬥爭 大家人民最討厭就是這樣 你是不是很希望發生這個災難啊 因為發生這個災難 你才能夠有打點啊 不要那麼醜陋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真的 趙義祥真的是你的典範啊 好不好 我覺得趙義祥會比較早當立委啦 真的 我即將 等一下我即將做個回擊 所以 你先不要話說得太早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也會回擊 所以呢 我覺得真的不要政治鬥爭 真的 來 義祥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 義人是這樣講有點是回力標 回力標打到太多國民黨的人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好 你剛剛提到雲爆 我也被影射我收雲爆的錢啊 那但是 有啊我在那名單裡面啊 但我跟你說 台北市議員跟 綠燈發電有什麼觀點性 我跟他有任何官商勾結嗎 我台北市會管得到在雲林 在彰化發生的電廠嗎 這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純粹我跟我連認識都不認識 連聽都沒聽 誰影射你 誰影射你 不是啊 當時你們藍營的人 就直接把表哥公出來說 趙玉琼又有收啊 有啊 當時高雄也有收啊 很多人都有收啊 我也是持育之養 對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藍營的人 常在辦這樣的事情 現在不用辦得好像很 自己很高尚 你們到底搞政治鬥爭 只有我們講的是政策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今天我覺得的問題是什麼 今天的問題是說 今天我們在名單上看到這麼多人 我也沒有影射說 這一選有官商勾結 我也不像藍營一樣 直接因為你在名單上 就影射說你是官商勾結 中高雲都沒有說你 好不好 不要對他入座 我們講的是謝沛分 沒有啦 今天講的是謝沛分利用這個事情 我是說當時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我大直的選民嗎 可以關注一下我大直居民嗎 當時說當時 所以曾宇其實也是被影射在內 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說 今天大家應該要關心的是 本身的問題出身的來源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官商勾結等等 這個應該如果真的有帶釐清 我覺得這就可以了 好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一定要把這個機態查到底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居民安置的問題 第三個是 到底有沒有官商勾結 有官商勾結 辦他是誰 是他 還記得竹北天坑案件嗎 一台好好的車突然 直接掉下去了 車毀掉了 沒想到真的被查出個所以然 移收了這個風財520案的收賄 新竹縣的公務處長 遭檢調給帶走了 這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這個相關的新竹地檢署指揮了調查站 去到了新竹縣政府公務處 跟處長江良淵家中來搜索 我跟你講他藏錢可厲害了 不愧是公務處 他藏在水管裡面 到底怎麼發現這水管裡面有100萬的 好 現在是查 從貪賭的方向去查 來 近年怎麼看 這個真的很扯 大家還記得這個網路上前陣子在傳那個圖 就 車子停在 停車閣內 好好的 手把停在停車閣內 回去看 我的車勒 不是被拖走了 跑到地底下去了 大家看 跑到地底下去了 而且呢不只一次喔 5次 2022年6月14號 2027月31號 8月24號 然後到今年1月13號 然後4月27號 總共5次啊 他總共發生5次這邊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雖然這個是路邊停車閣 但是旁邊大家有看到嗎 旁邊這邊剛好有一個這個工地喔 這個就是在這個建案旁 就是剛剛趙和提到的這個封翼建設啊 新竹的封翼建設 他這個施工的時候咧 就讓旁邊造成天空 欸會不會有點類似這樣 他會不會是連續幣什麼東西 沒做好 灌漿沒灌好 所以呢 天坑在線 但現在被挖出來最扯的就是說 新竹縣的這個公務處的處長 居然疑似就是剛剛我們在講 我們收正式千金 並沒有任何問題 他有依法針放 但是如果真的有官商勾結 導致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受損的話 這個就要查 而且講真的啊 怎麼查到在水管裡面講 那我也蠻想知道 難道他們是用判照證據說 喔發現這個水管裡面有錢嗎 欸真的是蠻厲害 還是想說這個是公務處長 可能他會藏到這個 人家想不到匪夷所持的地方 所以才查得出來 所以這一種 今天不管說是哪一個縣市政府 是哪一個黨在執政 一樣我們一套的標準來檢視它 本來就都不應該 該就責就就責 其實大家現在覺得最荒謬的事情 是官商勾結 一定要商官的檢方 去查完之後 官司了結之後 才發生這件事情嗎 但是如果今天 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在這個台上幫他掛保證的話 你是怎麼想的 我們剛剛談到 竹北天坑案 我們不是說這個處長 一次收會嗎 來看一下 花進群怎麼講 花進群說啊 在這個新竹這個地方啊 難得有這麼大的 這個都根的案子 我跟大家講啦 交給最適合開發的人 一起發展都市願景 他口中那個最適合開發是誰 就是豐益啊 豐益機構啊 我說花進群 你是怎麼樣 竹北天坑案發生之前 如果你講這個話 被大家笑說打臉就算了 今天是竹北天坑案發生之後 你又在台上跟大家講說 最適合開發的人就是豐益 請問葉元之先生 他還好嗎 但我覺得這個花進群 他可能對於這個豐益 他不是特別的了解啦 所以他可能到了現場之後 說一個場面話 但我覺得這個現在 針對這種建商啊 他過去的時機啊 正為一個駐都中心的負責人 或者是內政部的這個部長 然後甚至次長 曾經也做過次長喔 我覺得不能這樣隨便那個信口開合啦 真的要非常的認真 特別是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華進群應該也要出來說幾句話 就是說 你曾經標榜過好的建商 結果出現這個問題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你應該要給大家出來一個解釋啦 那我今天是有看到就是 也有一些民進黨的在帶風向就說 你看新竹縣政府出現這個狀況如何如何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其實這個事情 是新竹縣政府它主動移送檢調 主動移送檢調 那查到他們內部有人有問題 那也就是要辦啊 縣長也沒有要包庇私人啊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物亡物重嘛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中央政府也能夠秉承這樣的態度 如果你跟這個廠商很熟 你願意幫他背書 那他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提出一個說法 讓大家了解 你到底是私人不明呢 還是你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導致你會做出這樣的背書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聽到一樣的答案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還你必把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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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